大家好 我是橡胶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次拍了一支教大家用华斯电片 来修改Intel 12代CPU 被主机板扣具加弯变形影片 在之后更有许多在做电脑散热周边的厂商 也纷纷投入研究更高阶CNC一体式CPU固定框扣具 连在做散热高很大名气的德国暴力熊 也有做同样东西 也因为价格有点不便宜 所以就有许多观众常询问我 使用这种CNC一体式成型固定框扣具 会不会效果比较好一点呢 老实说 我觉得和我DIY华斯电片效果差异真的不大 而且华斯电片一盒才25元 又附了好多片 也比较实惠一点 可是热心观众提醒我 不是每个使用者都像你这样专业 什么工具都有 买个华斯电片还要用游标卡尺测量 再土爆加工修改 真的太费工了 哎呀 想想也对齁 真的是这样子 好吧 那我就上网买一个 回来测试看看 还好现在这CPU固定框价格有掉下来一些 目前网拍买一个大约在250-300元 含运就能搞定 那现在来简单开箱介绍一下 我买的是利明出品LGA-1700-BCF Black黑色 目前查看它大概是现在最多人在贩售的产品 而它的外包装是使用纸盒子设计 保护性也不会太差 打开盒盖后会看到一包工具组 里面有利明TF7散热膏一支 看这注册器的预留空间应该也不多 可能大概可以让你使用3-4次吧 另一支是散热膏抹刀和一支在拆主机板卡扣的新制旗子 再来是一张安装使用说明书 背后则是保修卡 最后是12代CPU的固定框扣具 整体看起来质感不会太差 阳极处理的外观质感也很到位 整体摸起来也没有割手毛边残留 没有修好的问题 上面四周还有倒R角CNC切边来提升一些外观质感 而在背后和主机板锁孔固定位置上下都有加上塑胶电片 来预防减少导电问题发生 那产品就先介绍到这里 而这次测试机台是我目前主力测试机 CPU是Intel 12代i7-12700K 主机板是机家Z690LG DDR4 记忆体有48GB 频率为36MHz 液体是水冷散热器 四维晶MH Core Liquor C240 Hondad 2 SSD是WD黑标SM850 500GB PCIe Gen4 显示卡是维晶Gaming XTrio RX6900XT 16GB 这测试机已经有加装我土豹修改的华士电片 先来看看它的CPU温度表现 目前测试温度是在27度上下的冷气房 而在主机板CPU设为自动超频预测值 而开启记忆体XMP超频 首先是在R23的温度测试 目前在测试前CPU待机温度大约在30-35度之间 而在开始测试后CPU功耗会来到161W 目前CPU频率大约在4.48G 此时CPU温度在维晶C240一体式水冷可以压在75度上下 接下来是IDA64单烧FPU温度测试 在待机时CPU温度约在45度上下 而在开始测试后CPU频率约在4.25G 此时的温度会在68度左右 CPU配置功耗会在137W 老实说这机家Z690主机板的自动超频表现 真的是中规中矩 有点保守 想办法让你安全使用不死机当机设定为主 那以上是使用自己DIY土炮加装华氏电片的CPU温度表现 接下来是把利明LGA1700BCF5CPU固定光扣具换装上 先把水冷头拆下来 顺便查看CPU这一段日子使用下来 还有没有被压弯变形的问题发生 嗯...不错不错 水冷头接触面上的散热膏是平均分布的 没有出现在中间堆积散热膏的问题 再看看CPU上面散热膏也是同样情形 那就表示自己DIY修改华氏电片是能改善压弯变形的 好 现在改换利明CPU固定框上去 而它的替换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用它附送的新制几次 把主机板扣具固定螺丝放松 移除原厂CPU扣具 再照利明CPU固定框 左下角三角记号向下方向盖上 最后锁上螺丝固定就可以完成 螺丝的松紧度只要有锁紧就好 别大力出击机锁到划牙了 但这里要温馨提醒一下 这样修改CPU扣具搞坏CPU到无法使用 Intel原厂可是不会给你保固替换修理的 所以要不要修改就看个人去决定了 好 完成 马上来测试一下R23的跑分温度表现 首先是待机温度和自行修改华氏电片一样 贵落在30-35度之间 而在开始测试后 CPU功耗也是来到161W上下 目前CPU频率是4.48G 此时CPU温度大约在73度上下 两者前后落差比较会再有2度之差 看样子多挖10倍的价钱 还是有点效果在 接着在IDA64单烧FPU温度测试 在待机时CPU温度为33度左右 哇 比先前测试到又再低了12度左右 这利民CPU固定框是用了什么黑科技来降温啊 太厉害了 而在开始测试后 CPU频率和先前测试的一样都保持在4.25G 此时CPU温度会来到67度上下 CPU page功耗也同样会在137W 结果在烧机测试 却只差了1度左右而已 这样全部比较起来 所有温度表现只有1-2度的落差 感觉应该是在测试中的正负公差值里面 好像两者差异真的不是很大呢 那最后整体测试下来 我觉得两者最大差别 可能是在安装上的便利性会差很多 一个是要自己土豹修改再安装上去 另一个是无脑式不用考虑太多 换上去盖好就可以使用 但在使用上CPU温度却都是一样的表现 没有谁比较好 那要用哪一种方式和产品来修改 这就看个人口袋深度 或是自己土豹修改的功力了 我实在也无法推荐哪一个会对你比较好使用 所以也只能请你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更好修改建议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速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 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